在永达必须要进入解散清算的这剩下一年的时间里面 在工会的调查发现之下 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资产遭到不当的挪用 永达董事会就以一亿四千五百万这样子的金额 去变卖了他们的大福的这个效力 教育部有回文给永达技术学院 他说他同意这一个建物的变卖 但是教育部的同意是有一个前提的 他的前提是说你这个处分的款项必须要用于改善教师职员 包括像是优退优理所需要的经费 以及要改善照顾师生权益为主 特别教育部还强调 不得用于贪还董事以借贷方式提供学校的运用之债务 就在永达董事会变卖校团的同一年 即便他们收到教育部的公文 两次的强调 他依旧私自的俊罗用了六千万 攀还给具有永达董事身份的日商负责人何其汇职 教育部在文体面所提到的说 如果说处理学校资产的话 必须要来照顾这些师生 我请问照顾了吗 但是教育部做了哪些事情 有钱盼生无钱盼死 盼董事会生 盼这些教职员师生 其实在该年度 他们不但偿还了何其汇职六千万 他也支付偿还了董事长王仁福五百万 董事二等亲洪明勋七百万 二等亲王征慧一千五百万 以及董事的关系企业 奖亲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两千五百万 天一新股份有限公司三千三百万 非常凑巧的 我们将这些数字 就是永达董事会 偿还给董事 董事二等亲 以及董事相关关系企业 所有的金额加总起来 恰巧就是一亿四千五百万 2017年的5月2号 发了一个公文 给永达董事会 教育部说什么 说要求董事会应该要在文道两个月内 追回已经退还给何其汇职的 款项六千万 我们非常的合理的怀疑 这一亿四千五百万 是不是其实通通流入了董事 以及董事相关人 相关企业的手里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些学生念到三年级 只剩下一个学习会毕业 拿到文凭 进入到社会 开始找新的工作 就因为学校官场 学校退场 那他的损失难道不应该有一些弥补 或是有一些应对吧 按照私校法第25条 董事会董事长 董事违反法令或捐助章程 然后现借其未改善或改善无效者 实际上教育部身为主管机关 就可以向法院申请 应该要解散顾问或全体董事的职责 我们认为永达董事会 已经不当地挪用了这么多的校团 而且教育部要求他追回 他将教育部的命令置之不理 完全符合私校法第25条的规定 那教育部你一旦向法院申请检散会 重组新的公益董事 我们才能够确保 这一些被不当挪用的校团 有可能 有追回来的可能性 甚至我们才能够确保 剩余的校团 不会再用各种其他的方法 被不当地挪用 永达技术学院在去年也向法院 又重新送了一份 他们重新改选的这个董事名单 至于这董事名单 里面有一些是新的面孔 我们非常担心 是不是永达董事会 又跟一些什么样子的财团 或者一些其他的私校 有进行了一下什么样的私下的协商 让可能有其他的财团 可以来觊予永达的剩余的这个校团 我们非常忧心 我们严正的呼吁教育部 请不要再打假球 也关系到台湾在这些年来 以及未来逐渐要退场的一些学校 究竟怎么退场 以及我们的政府部门 是怎么来处理退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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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